下一個質詢 由我們陸美其議員 時間為50分鐘 陸美其議員請開始 謝謝主席 市長還有李秘書長還有我們市府所有團隊 我們台南市的鄉親好朋友 大家早安 那現在是我的質詢時間 那我這個質詢時間有幾個議題 想來跟我們市府團隊好好的討論一下 那我首先想要講的是我們的農家 簽建跟規劃和展望 這個其實榮家在東區 算是一個腹地很大的地方 那好不容易市府也去談了 要做牽制的動作 那當然我想榮家其實自民國42年起 就在設在東區 那時候因為 時間地時人時地的關係 所以其實在那邊那麼久了 可是因為時者時代的進步 那麼東區一直在進步 那這一塊腹地其實是在東區的精華地區 尤其是鐵路地下化之後 其實這塊基地也很重要 那我想問一下 杜泡局長 那就榮家這一塊基地 我不曉得市府之後的規劃 到底是什麼樣 你們什麼時候簽建 然後簽建之後 其實榮家我們也費了很多力氣 要拆除啊代建工程相關啊 那這個之後對我們東區的市民 還有台市的市民朋友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和發展啊 感謝陸議員的這個提問 因為就有關榮家這個案子 事實上不管從榮家本身 未來榮民的那個健康照顧需求來講 或是說從東區的發展來講 事實上他都有必要去遷移到現在 永康榮民醫院的旁邊 這樣對這些老榮民呢 他有比較好的一個醫療照護 那但是呢 他簽移以後所剩下這個地 他剛好有三個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第一個就是把從學路打通 然後接到這個未來鐵路地下化上面的路廊 這樣讓東區的這個東西向的一個交通 能夠有一個貫通 以後對於這個從榮從學這個地區來講 未來交通會有很大的改善 那第二個是對於當地文化中心來講 最缺乏的就是停車場還有輔助的一個綠地 那所以未來這個地區也會配置停車場跟綠地 那恰恰這個停車場呢 也是會為了鐵路地下化臨聲站 他的一個周邊的一個交通 帶來一些比較好的一個停車的空間 那第三個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整個大規模的一個開發整頓 會讓這個文化中心周邊 會多出新的發展空間 我想就這三個來講 對東區來講是很重要 那我們 我們行政院在十月份正式通過以後 那我們現在在加緊協助榮家這邊 把最後的攻堅計畫送到這個經驗會核定以後 那預計是明年我們會先協助這一個 永康的往遼北營區開始設計 那榮家同時也同步設計 我們會把這個往遼北營區 移到這個新化的納巴林營區 那這個設計完以後 榮家設計完以後會委託公務局來代建 那等他代建過來以後我們會整體 未來在榮家的部分 我們就會整體做一個開發 那我想這些其實原來榮家這邊是一些 我們的老農民伯伯 他們為我們台灣龍馬一生 我也希望說後續的牽制照顧 要給這些老農民照顧好 那後續的這些規劃的話 我想要因應這個低區塊的需求 剛才局長特別講 這個區塊其實真的是很需要停車場 跟一些綠地 而且之後那個我們的林森站在那邊 鐵路基地基地化化之後的林森站在那邊 那這塊地真的去好好的規劃 要讓它做高度的使用 而且是可以交通便利 而且是可以容納停車輛 讓我們的這些市民朋友 以後因為文化中心也在那邊 然後巴克里公園也在那邊 之後的那個林森站也在那邊 所以這塊基地真的要好好的使用 不要浪費 要精準的設計它 而且經過這個整個地區的一個重體 整體的一個規劃 他不但把榮家重新改造 會連周邊原來國有地跟市有地的土地 整體做一個利用的話 會為這整個崇明商圈這裡附近 會帶來新的發展的腹地 我想這個地方是非常有 非常有這個學術跟文化氣息的地方 那我們會延續這樣的一個風格 繼續打造這個新的一個開發區 好局長謝謝你請坐 那接下來 我要討論一樣是在這附近的基地 就是大林平價住宅 那我想這個問題其實 我在第一屆第二次的會期 就已經有拿出來跟我們市府討論了 那應該是基於很多的原因 所以市府到目前都還沒有做處理規劃 那我想就這次因為鐵路地下化了 而且榮家也要喬遷了 那我想大林平宅住宅的 住宅的這個地方 是不是市府也應該要一併規劃進去 我講過其實我們的這個區位 其實也是在東區的精華地 他在大同路其實也是 原高雄市進來台南市的一個門面 那麼因為這些老舊住宅 其實也藏在著很多問題 他從民國五十六年新建開始到現在 其實已經超過五十幾年了 那其實這裡的空間本來就是 以前就是比較狹小 而且他跨越了兩個里 他的位置是在大德跟大福里中間 而且那個房子的坪數其實很小 來看下一頁 你看他現在目前的狀況 真的是非常的老舊 而且雜亂不堪 所以其實這邊也掩飾了很多的問題 他第一個有空污環境 到底要怎麼去維持他 然後還有因為他是平價住宅 他在我們的921地震之後 就已經土木公司鑑定 他已經是結構有問題了 而且又經歷了0206的地震 所以這些房子其實是 耐震度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居民住宅那邊很危險 另外是大林平價住宅的問題 到底是什麼時候可以處理 還有特別重要的一點是 如果拆遷之後 我們要怎麼去安置這些原有在這邊的住戶 要怎麼去照顧他們 其實在這邊的住戶 其實都是有分三個類型 第一個就是他用租的他買不起 所以他是一些弱勢朋友住在那邊 那第一個是他在外面有買房子的 原來的住戶在這邊有買房子的 可是他還是把這邊平價租屋租給別人 第三個是他自始至終就是涉及在這邊 而且一直居住在這邊 那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很年長的長輩 那這些其實他們的生活環境條件都不好 所以我也希望在這次的僑遷 可以安置這些朋友們 我們這些居民朋友 可以給他們一個很好的安置 那我們是不是請社會局劉局長 就這個大林平宅這邊你們之後的後續處置 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好感謝陸議員的關心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已經有一套計畫 那我們也在106年的這個預算的經費 已經送到議會 那也經過這個一讀二讀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希望說整個這個議會 在這個預算整個通過之後 我們就會來開說明會 那基於剛剛陸議員所關心的這些議題 其實我們的確很希望能夠趕快來幫這些 還住在這邊的民眾 能夠顧及到他們的安全 跟這個衛生環境的問題 那我們盼望說我們規劃出來 比過去都更好的一個照顧跟一個搬遷的一個方式 來鼓勵這些民眾 因為有一些是涉及在這邊 但實際上他已經搬到別的地方居住 那有一些是沒有涉及 那我們知道說這個平宅 他地上物跟他的這個土地都是公有的 都是公有的 所以我們盼望說這一些民眾 都能夠來配合我們的這一套計畫 盼望能夠在106年 那我們在第一季 能不能趕快來跟這些民眾 來跟他們說明 那也期待他們能夠 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方式來應應 那至於那一個低收或中低收的這些民眾 我們都有考量到 譬如說我們會提供租屋的這個補助 然後呢他們自行搬遷的 我們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措施 來協助他們來搬遷 譬如說搬遷的費用 還有鼓勵他們自動搬遷 那讓他們能夠去找到用這個租屋補助 找到比較好的一個環境 那如果真正這一些長輩他們年紀比較大 那我們會有社工陪伴他們 那協助他們去找房子 然後呢找到房子之後 他們的生活照顧等等的這一些 我們都會依著他們的需求 來繼續關心他們 局長其實住在那邊的長輩 其實有很多是年紀很大了 而且有些是獨居 那其實有些你說叫他們喬遷 再去給他們補助叫他們去找房子 有些對他們可能也很困難 那我希望說其實你有另外一個想法 其實我們現在有安養中心 我們自己市政府也有安養院 那如果這些獨居老人真的沒有辦法自己有 對是不是可以用公費的方式 就是補助的這些款項 你可以讓他直接居住到我們的安養中心 這樣子照顧他們是不是會比較好 如果長輩他可以接受的話 那或者是說 其實有的長輩雖然年紀大 但是他其實健康無語 或者是說他還很活躍 那也許我們都會來跟他討論 個別因為這個是個別的差異 所以我們才會說 我們用社工去做一個個別的差異的一個輔導 那看他的需求是怎麼樣 或者是來幫他做一個照顧計畫等等 好我希望依他們的需求做最好的完善的計畫來照顧他們 好讓這塊基地回歸市政府做最好的規劃 那是不是請市長 謝謝魯美其議員 對當局這兩者 勘承到浴水的照顧 還有勘承到交通的問題 也要勘承到到市發展的重大價位的關心 那這兩者的價位大家的面子都會當客棟 就是說農家的簽證案過去 其實剛發局的規劃其實很好 但是因為國土財產署跟國防部意見不同 那現在政黨輪替之後呢 我們溝通的管道更順暢 所以呢現在行政院已經解決了這兩個部會中間的問題 那剛剛吳局長已經報告 已經報告規劃設計就可以開動 我相信對農家的那些農民老伯伯來講 又或的照顧未來一養合一的照顧會比較好 那對那個當地的發展又會比較好 那另外呢就是說這個大林跟大同平價國宅 剛剛有那個劉局長已經有說明 他的土地和房子基本上都是公家的 那裡面大的都非常非常熟悉的 我們這些人 所以過去中餐農市長有時代 有曾經想要刷過 那時候刷五分而已 多數的人都沒有接受這個意見 但這邊哪像你說的 台東後後 這齁 心肝都掛出這件事 因為那個所在是微樓 有費用 萬一如果台東出土去 有人員受傷 我相信大家都很不敢 所以我們今年變一億九千萬 已經上來到議會 我們拿出來的台語 有比我們農市長時代有比較好 未來如果像剛才路議員說的 有適合去打長照中心的 安養中心的 如果他的資格符合 我們也會來協助 我想這兩個美女都可以來推動 謝謝路議員 好 謝謝市長 你請坐 我想這個是東區也算精華地的兩個 很重大的建設 就鐵路地下化之後 其實他們是左右要銜接的地方 也是我們台灣市的門面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市政府 如果明年開始啟動這兩邊的 同時要做的話 一定要好好處理 把這個我們這塊東區 現在很精華的一個地點 把它規劃很好 讓我們這些附近的居民 還有台灣市朋友 來到這邊 可以善用這些地方 這個部分謝謝市長 然後我想 來為我們東區的公園 爭取一下建設經費 蘇局長 我想其實去年 由東區有幾個公園 有在做小福的整修 那其實大志公園 他其實位於長東街跟德東街口 他有0.27公頃 他是民國80年做到現在 那其實一直 這個地方 里民的人口數已經7800多人了 那這個小公園 其實在這邊的使用率很高 然後啊 因為長久了 因為有很久的歷史了 所以因為有很多人在使用 所以我們這裡面的設施 有很多是老舊了 你看他這個淨號步道 大家大齁 大家都被漏了 和外面的 比較大的步道比外面更多 所以如果漏了齁 都會積水在那裡 所以啊 這個步道齁 他需要把它再定高齁 才不會說下雨就積水啦 那這因為積水 下雨天過後 民眾出來使用 他就不方便的一咕一咕水 而且也會造成環境不好啦 然後啊 另外啊 你看我們這些 旁邊的這些小圍牆齁 都已經 都已經 這個小朋友如果在那邊玩 其實也很危險啦 而且 來下一頁 你看他這些 那個遊樂設施啊 現在那個 我們的一些遊樂設施 其實下面都有軟地墊齁 讓小朋友在玩的時候 比較安全啦 那其實這個 這個舊公園齁 其實真的是 所有的設備都不足了齁 你看這些都壞掉了 這個老舊設備都壞掉了 這是 希望 所以啊希望局長 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 在今年的做公園的 預算裡面齁 是不是可以 播一點款項齁 來把我們的 這個大智公園 來做一下 微整形啊 局長 是 剛才出來的 衝德公園我們 今年正在改善 那大智公園的話 我想我們再去會看齁 假如有這一 對這一些設施 有損害 或者不 不夠的地方呢 我想我們會 在106年度來 做改善 好 那那你 你有答應喔 106年度要把我做改善喔 那是不是我們 會後齁 約個時間齁 我們到現場去會看一下 看哪些地方說 需要再做調整啊 然後再做 微整修啊 因為其實東區 我們崇德啊 還有那個光明那裡啊 他們兩個公園都去整修的差不多完畢了啦 那其實大智這邊 因為人口數越來越多 因為這邊也變成一個新的社區啊 現在新的外來的人口越來越多 所以其實這裡的使用率真的越來越頻繁齁 那以前的古堡落的 我們這裡的使用齁 都早上的那裡泡茶齁 開工啊 那裡運動 帶小孩那裡散步 那裡補也很多人在那裡 所以我希望齁 這個明年度一定要把 預算編進來 讓這邊做微整修齁齁 讓公園恢復 讓它變成煩然一新啦 可以一個讓民眾更好使用的一個公園好不好 好我們會在106年度來做改善 好那謝謝 我這邊先代表我們大治理的里民齁 謝謝我們局長齁齁 那我們會後再找個時間去會看現場 看哪些需要整修為止 然後再請局長來處理啦齁 局長你請坐齁 謝謝 那吳區長 吳區長 那我們都知道中央已經全面啟動了 公保地檢的解編 那我不知道我們東區 我們解編之後的成果是怎麼樣 感謝議員的關心 因為這公政府保留地解編 的確在內政部102年就 要求各地方政府 也有專款補助我們開始做 那事實上我們在東區的通販檢討 就已經主動開始做這個動作 所以在雖然東區的公共設施開批率 老實說在全市來講算是非常非常高 高達百分之83點多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些道路 還有這一個市場還有這個綠地 還有一些停車場機關用地沒有去處理的 所以我們在東區的通檢其實都已經做了 那這一次最主要 有針對一些老舊的市場 尤其是民間自己開闢的 那這些老舊市場 事實上現在都面臨轉型 所以我們也協助這些老舊市場 它還有一些未開發的地方 還有一些現有使用已經衰敗的地方 我們把它分開來處理 那這些大致上也跟這些居民 都有達成共識 他們有一些願意轉型成一般住宅 那有些閒置的空地 他們也願意進行轉型 那這一次在通版檢討裡面都有幫他們訂 那另外有一些停車場是透過整體的檢討 也透過清出公有地幫他們找出來 那剩下的大概會比較少的就是比較難以解決還是一些綠地 夾雜的綠地其實在這一次還是沒有辦法處理 那所以這一次東區的公設保留地的檢討的話 那我們已經在上個禮拜五有正式通過 那有一些要併入到全國性的公共設施保留地的檢討 我們會併到我們現在的府城生活圈的公設保留地的檢討 會再跟內政部來做溝通 看是不是能再賦予地方更大的一些權限 來解除一些公設保留地 我想公設保留地一直是民眾的痛 因為有時候綁住了這些公設 他們的土地沒有辦法完全的使用 那我想經過這樣的都市計畫 細部檢討 還有我們大方面的檢討是不是可以來改善 這些因為被公有地綁住的居民 可以讓他們土地再活化 那就像局長講的其實 東區有很多那個以前的施設的市場 用地其實現在都已經老舊了 不堪使用 而且有些是荒廢在那邊 那其實也造就那邊的髒亂 還有我們的那個安全性不足 所以啊希望就這次檢討之後 能盡速的把這些老舊的不管是市場 還是說可以開發出新的那個停車場用地 來供民眾使用 我想這個才是對東區市民是最好的 因為我們的尤其是停車場用地 我想局長已經為了找停車場用地 已經每個會期都被罵到臭頭 尤其是在東區那麼精華的地方 真的要找停車場的設置用地 真的非常不簡單 那如果可以經過這樣的東區的細部計畫 可以把這些停車場找出來 然後可以讓它活化可以讓它使用 那我想對東區的市民是很好的 讓我們很多更多的那個停車場空間 可以來使用 尤其是尤其是在每個每個社區裡面 其實小小的小小的對大家來說 就足夠使用了 不一定要大 可是畢竟它在社區裡面 它的我們人口密集度比較高 所以它放在裡面的話 其實是如果讓大家可以方便使用的話 我想市民朋友會感謝局長 把這些地趕快可以開發出來使用 好 局長你請坐 謝謝 然後接下來我要討論這個議題 我想是現在全台灣的民眾 都很想要知道的問題 就是長照2.0的相關問題 我想這個攸關著我們所有的民眾的權益 尤其是現在老年化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現在大家年紀越來越大 孩子越來越少 大家都在最生育率 其實我覺得長照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之後的長照到底要怎麼做 其實很多民眾都還不了解 那我也希望說市府團隊 有機會可以下到各個鄉裡去 去做一個說明 請里長請區長 辦一個這樣的座談會 讓我們更多的市民朋友 會了解我們所謂的長照2.0 跟1.0還有我們長照以後的系統到底要怎麼做 劉局長我想我有很多時間 好好的讓你來講一下長照 因為很多市民朋友 真的到目前還不了解什麼叫長照 長照2.0 那我想要問一次 長照1.1.0跟2.0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謝謝盧議員 我想這個是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那1.0呢跟2.0它的一個最大差別 就是它的對象 對象的部分 是從四個對象 四種對象變成八種對象 還有就是它的一個項目 項目我們說它從八種項目到十七種項目 那所以這一個部分是它很重要的一個改變 那另外就是說它推動的2.0 它跟1.0其實都有所謂的社區的照顧 這一個整合計畫 那2.0把它整合得更好更完整 那1.0的部分大概有居家 還有日照這個部分大概1.0有做 但是它沒有那麼全面跟普及 還有它的經費預算也沒那麼高 所以在這個人力的照顧 跟這個所謂的照顧服務員的福利 還有薪資的部分 大概在1.0跟2.0的部分也會有所差異 那另外我們說2.0要讓它用得到 找得到看得到 那另外我們蔡總統也說還要用得起 還要這個用得起 所以這一個部分就是在這個經費的部分 有這樣子的一個差異 那我們在這個禮拜五 我們也將有台南市第一個示範點的一個掛牌 那當天呢這個禮拜五 當天我們就是全國統一掛牌 我們剛剛有說用得到看得到找得到 那找得到就是說我們未來所有的 長照2.0的所有的這個單位 那都會掛同樣的一個牌 讓大家都很容易能夠找到 然後也能夠看到 那這個是它的很大的差別 對 所以變成我們服務的民眾變多了 服務的對象變多了 對服務的對象變多了 然後項目也變多了 對那這個費用一定就會提升 那另外過去我們1.0最擔心的就是錢跟人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中央也有設計到就是說 每個小時到底是用時薪 就是說時薪可能也會增加 那吸引更多的我們在地的民眾 那能夠來投入 那台南的特色其實很重要 基礎也打得還不錯 就是我們的關懷據點是全國最多 那我們原來的日照中心也是全國最多 我們現在已經有在2.0還沒有啟動之前 我們已經有23個日照中心 那日照中心它為什麼那麼重要 就是因為在長照2.0 它有所謂的ABC 我想很多民眾都聽到ABC 可是可能不是那麼清楚 到底什麼叫做ABC 那其實就是一個整合型複合型 還有一個巷弄型 那巷弄型就是我們有這個關懷據點 那有380個關懷據點 它就很容易來轉型成為巷弄型 因為它都在這個村裡之間 大概在裡之間 那所以我們這個A的部分 就是像我們原來的日照中心 它只要再多做居家服務 這樣子的一個服務類型 它就會成為一個區一個區的一個A 那我們總共有37區 我們盼望每一個區至少 至少 現在中央的規劃就是每一個區都有一個A 然後有這個每一個國中學區都有一個B 然後三個裡就會有一個C 那這個部分也要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剛剛您很關心民眾要怎麼知道 我們其實陸續已經辦了這個四場的一個說明會 我們到這個各區去做說明會 那我們預計辦16場 在1月10號以前 我們會辦16場的說明會 那這個說明會裡面 我們會有區長里長 還有我們的民眾 還有就是我們這些 原來是關懷據點的這一些單位 也要請他們來 因為他們可能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夥伴 所以我們這一些都 邀請他們來參加說明會之後 更進一步來做一個宣導 好我想齁 人力的部分其實齁 我們現在台南的好幾個大學啊 都有開張長照的課程啊 那我想其實長照也需要年輕人的加入啊 也需要新學啊 我覺得學校那個部分其實可以去做聯繫 比如說他們的現在都需要有 志工時數啊 還是一個那個 我們的可以做就業的先來練習啊 我覺得可以去跟學校這個部分 人力的部分可以談 是如果是志工的部分 當然是可以這樣 但是如果是正式的造福員 他是需要訓練的 他要有這個90小時以上的訓練 而且是就是怎麼照顧這一些 呃長輩的一個訓練 那我們也當然志工很需要 尤其是巷弄型的 巷弄型的就是三個里一個西 三個里一個西 那這個志工呃的部分 其實原來在這個我們台南的這個 照顧關懷據點 就有很多志工 而且是很特別的特色就是 呃年輕的長輩來照顧年紀大一點的長輩 所以年輕的長輩他也來當志工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想要呃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 因為台南是有這個呃西北的部分 都是比較呃比較偏鄉 然後他的長輩老人家的這個比例很高 啊就是說這個可能超過百分之二十 但是但是其實民眾可能有一點點的的誤解 就是說欸他是不是超過百分之二十 那為什麼他不是成為第一個試辦點 那我們的第一個試辦點是在東區 那因為我們除了去看那個比例之外 我們還要看人數 還要看這個就是在地的這一區的 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輩的人數 不是只有看比例 譬如說他可能比例百分之二十以上 某一個區但是他的長輩可能只有一百多位 就是那個區啊譬如說佐鎮啊 或者是南溪這邊 那他的長輩可能只有一百多位 可是我們東區的長輩有五千位 就是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輩 大概有將近五千位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部分去做很多的一個 呃規劃的一個計畫的考量 我想這個就是城鄉差距啦 人口密集度的部分本來就是人口數會多啦 那當然偏遠山區還是邊緣海邊這些長輩 他們其實年紀普遍很高 可是人數可能比較少啦 所以啊我也希望我們社會局在實施的時候 可以照顧到這些偏遠山區的這些長輩啦 那當然市區他比較集中 所以其實我們要推動也比較方便啦 不管他的醫療不管他的人員不管他的就近服務 其實都是最方便的啦 那東區要設第一個點 那設在哪裡 我們在大同路的這個原來的這個基督教青年會 他們有這個日照 那那個地方就是因為他本來就有做兩個日照 一個是失字型的日照 那一個就是普通的日照 那另外就是說東區我們第一個示範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就是EA2B6C 這個是目前東區這個示範點 在禮拜五會掛正式掛牌 那EA就是這個基督教青年會 他們會做東區的一個整合的一個單位 那他們會接受民眾的直接申請 或者他們會民眾來他們會做這個照顧計畫 每一個民眾的照顧計畫 那他們會介紹就是說這個民眾如果他適合去B 那他就會媒合就是讓這個民眾能夠去哪一個B比較適合 因為我們的B有這個一般的設政單位 這個養護的單位等等 還那他會媒合相關的醫療單位 所以是市民來申請還是說我們會麻煩里長啊 在里裡面有些需要的長輩可以用他們由他們來報 對打電話也可以 民眾打電話也可以 打電話或者是民眾的長輩的家人 他們家有這個年輕人 那年輕人他可以出去安心的出去工作 那他可以來打電話 譬如說我們有兩支很重要的電話 一個是0800的電話 0800507272 那這個是家庭照顧者 我們說這個家庭照顧者 他其實我們有時候會看到這些家庭照顧者壓力很大 所以會有一些這個壓力大的之後的一些 我們覺得有點擔心的一些行為 所以這些家庭照顧者 他可以打這個0800507272這支電話 來諮詢 做心理輔導 對心理輔導或者心理諮商 或者幫他告訴他說 也許他不需要全日 這個一天24小時 然後365天都在做照顧 他可以做喘息 他可以申請喘息 那喘息就可以讓他的這個照顧者可以休喘 可以讓這個長輩可以到機構 或者是申請居家服務的人員到家裡來 讓這個照顧者可以去做喘息的活動 那另外就是說4128080 這支電話也是如果市區打四話就是4128080 那如果是打手機就是024128080 那這個就可以申請 那我們會有一個照顧專員就到家裡去評估這個長輩 他的一個需要的照顧計畫 所以你們是如果打電話有需求打電話 你們是會請專員到家裡 然後去問一下去實查他的他的狀況 他的需求到底是日照還是還是整日還是居家服務 然後做這樣的分配 那我想問一下西級你說三個里嗎 三個里 那像東區的里都這麼大啊 那個人口數都那麼多啊 那有辦法照顧嗎 目前當然第一個階段中央的補助 是這樣的一個規劃 那未來可能還會再考量 每一個區的人口數的不同 來做不同的一個規劃 所以你現在每個區的編制的經費跟人數 其實也就狀況不同做編制嗎 對目前目前我們第一個試辦就是 中央就是讓各個縣市 每一個第一個試辦點 然後再來做一個規劃跟評估 然後在明年106年之後 應該就可以比較全面的來做一個 試辦的計畫跟運作 所以全省試辦的點的費用都是一樣的 所以讓你們做完之後再來做調整 看最後要怎麼去做給我們做補助 其他區域的狀況 就縣市不同然後再來做處理 是這樣嗎 對但是也要跟一般的這個市民報告 就是說我們長照1.0並沒有停止 長照1.0就是雙軌一起進行 那慢慢的才這個 就是說我們關懷據點 事實上也不會暫時不會收起來 中央還是有給經費 那另外可能民眾也很關心的就是收費的問題 收費的問題 那我們如果低收入戶是完全免費 如果他的需求被評估是他的時數也好 或者他需要日照 低收入戶是完全免費 那如果中低收入戶是他只要付一成 一成的費用 譬如說一個小時如果200元 那他一成就是20元 那如果一般民眾 一般民眾他只要付三成 三成的費用 譬如說我們的日照就是有三種 因為我們的這個失能的長輩有輕度 中度重度 那輕度我們日照是收9000 那中度是收這個12000 那重度是收18000 那免費的話就是都免費 那如果是這個中低收 他就是9000 那就是每個月付900元 那家庭的這個這個年輕人 他就安心他只要付900元 他就可以去工作 那如果一般民眾 他可能就是這個900 就是2700嘛 我們9000 三成就是2700 就可以讓長輩白天來上 日照中心 對就像老人這個老人的這個幼稚園 幼稚園 對對對 那其實局長還有一種人你沒有考慮到 失智 不是 不是 我們的你們分 我們一級二級對不對 低收跟中低收 可是還有一種叫競品 他是 他是 摸不到 剛好在那個要中低收的邊緣 可是他的生活機能真的不足 那像這些長輩啊 你說你要讓他 付三成 其實我覺得對他們 有時候家庭的狀況真的有點困難 那我希望以後有這樣的案例 你們是不是可以特別 用個案來處理一下這樣的狀況 因為其實說真的 像我們我相信所有的民意代表 一般在我們的選區 我們都會做中低收 或是其他的這些幫忙協助啊 那其實我常常發現到的是競品 那這些競品的朋友其實是 他們真的是 真的是生活所需上沒辦法 可是他們的條件又不符合 有可能是 爸爸爺爺他們留下了一個小房子 或是一小塊地 可是啊 那因為現在的公告地價 或是那個又很高 他已經超過那個原額 他沒有辦法申請到補助 可是他又賣不掉 所以他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的朋友 其實在我們手頭上的 服務案件非常的多 那我希望如果我們長照做了以後 其實這一塊的朋友也非常的多 那我希望遇到這樣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很有耐心跟愛心 還有想一些辦法來協助他們 可以得到這樣的長照幫忙 那我才想 我想這樣才不會有失我們政府的美意 不要把它區分 已經區分明顯了 可是有一塊還是在模糊空間 那那些朋友其實是最需要幫忙的 因為他們真的哪邊都勾不到 可是又不是他本身願意這樣子 其實社會局在不管是從孩子到長輩 孩子到老人家 我們其實還有家庭啊 婦女啊等等的 單親爸爸單親媽媽 只要他有需要我們都會用 就是說他進不了這個 他的條件沒有辦法中低收或低收 那我們都會用民間的資源來幫忙他 對啊 因為其實有些法令是綁得很死啊 可是因為這些朋友是真的很需要幫忙 那因為在法令沒有辦法解的前提之下 我想我們大家都用不同的思考來幫這些朋友啊 我想是有常講齁 我們要站在民眾的立場想這件事 不要站在我們公部門的立場想我們的事啊 這樣才可以幫助到我們的市民朋友 他們的需要可以被我們看見 幫忙他們那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長照開始啟動之後我想 我們好好的大家一起努力來運作 我希望每個社區的長輩都可以得到荷蘭的照顧 其實齁長輩齁真的是寶啦 古早人說了沒辦法 家有一寶齁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齁 那真的是齁 大大小孩是大其實他們真的走過路 比我們吃過的米跟水都比較多 所以其實他們很多的地匪是我們沒有的 所以我希望好好可以照顧這些長輩 讓年輕人可以出外去打招 因為現在真的是需要雙心啊 沒有雙心真的生活也不好維持啊 要顧老的還要顧小孩真的有什麼困難 所以希望長照啟動之後真的可以服務到這些長輩 又可以讓年輕人傳口氣啊 那也希望局長好好的努力推動 那當然在這推動期間會有磨合期 那我也希望說我們局裡面的這些相關人員 可以有耐心的來協助啦 我想這過程當中一定會有很多不同的摩擦啦 因為剛開始啟動不同的部門的結合 他一定會有不同部門的摩擦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努力共同來解決這些問題 讓我們不管是社區的長輩齁 都還有我們這些年輕人都可以得到最好的幫忙跟照顧啦 局長謝謝你齁 也拜託議員幫我們跟民眾說明 我想齁就這個部分齁 所有的我們所有的民代其實大家都很願意來幫忙啦 因為這個是一個政府的政策也是對我們年輕人跟對老人家很好的一個政策 我們都希望一起來推動這樣的政策啦齁 這是那所有市民的福利啊福祉啊 所以我們也希望大家一起來努力啦齁 謝謝 局長你請坐齁 好 謝謝 欸接下來要跟我們交通局張局長齁 還要討論兩塊那個停車場用地齁 這邊是Kamka重劃區的用地齁 他是在仁德區北倫段齁 他是17跟90號地號的停車場 那這兩塊地其實之前是重劃齁 地區重劃之後交給市府的啦 那因為那時候是縣市還沒有合併所以 一直在那個仁德公所他們代管 那因為合併了之後當然要把它歸還給我們台南市政府嘛 因為他是停車場用地道交通局 可是啊他目前的狀況真的是不太好 那因為這個地段又跟東區是臨街交接的地方齁 其實我覺得這兩塊停車場好好的使用齁 應該也可以幫助一些停車用地的問題齁 來看一下 你看這是目前的現況齁 那兩塊土地真的很怕痠 你知道齁 現在這個是東邊停車場的狀況齁 就很雜亂無章齁 然後停了很多車然後丟了很多垃圾齁 還有西邊的來 你看齁 你看齁 都是垃圾齁 然後樹都沒有修 然後大家都停了 亂七八糟 那當然現在是大家免費使用啦齁 而且啊這邊還有很多野狗齁 那鬼都會叫人的齁 也很危險啦齁 那我想就這兩塊停車場齁齁 我之前有問局裡面他們說已經交接回交通局了啦 那我希望說齁 局長是不是就這兩塊地齁 好好的交通用地交通停車場的用地齁 好好的規劃齁 我想這一塊用地是在縣市 就是在仁德跟東區的交接齁齁 那其實交接的地方 其實東區這邊也蓋了很多房子 仁德這邊也蓋了很多的房子 那這兩塊用地其實可以好好使用 還有多了兩筆收支齁齁 這兩塊停車場還很大齁 所以齁 是不是局長齁 這兩塊用地回去趕快想要怎麼樣來使用 趕快做一個規劃 局長 你是不是這兩塊用地 好 感謝議員的建議啦齁 那這個因為在合併之前齁 就已經是開闢為停車場 那他也是停車場用地 那也移交給我們交通局 那我想這個位置也非常好 那就在我們的仁德 未來要興建的仁德轉運站的對面 是 那所以我們 這個 會再去現場先看一下 那因為這個89年就已經開闢完成了 現在設施比較老舊 那我們會重新再來檢視梳理 看有沒有再把它做一些維護更新 讓它做一個更完善的停車場 對 你剛才說仁德綜合轉運站齁 我剛好這兩個議題跟你一起講 因為齁我想齁 剛好都是在跟東區交接 那其實也都是很重要的案子 尤其齁是這個仁德綜合轉運站 因為你們開放民間投資 那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騎乘 大概想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好這個 首先還是感謝議員 我記得上個會期 這個案子是議員建議的 那這個因為在合併之前 這塊土地就都市計畫就已經審議了 只是還沒核定 所以議員建議之後 我們評估覺得這個位置 離人的交流到非常近 而且大部分的土地 絕大部分土地都是市政府的用地 那都市計畫已經也差不多完成了 所以我們覺得非常的適合 那我們大概從103年就開始推動 那最主要是 首先是把這個都市計畫要完成 包括主計畫 細部計畫 那這個在今年的2月 最後在內政部也審議通過 也公佈核定了 那所以我們針對這塊土地呢 我們要規劃成大型的 中和型的轉運站 那未來會把這個所有國道客運 跟我們的市區公測都會拉進來 甚至於包括我們未來的一個先進運輸 這樣都會進來 那這個案子呢 我們初期規劃 因為它的投資金額比較大 所以我們是採這個招商的方式 那我們在10月12號 已經政策公告了 那今天截止 今天下午5點會截止 我們會看這個招商的情況 我們再做進一步的檢討 那我們希望如果順利的話 明年可以動工 我看這個招商金額很大 30億耶 你們有信心嗎 現在的社會氛圍跟各方面來評估 這個的確招商BOT是有困難的 不過我也要說明就是說 當時台北的市府轉運站 它也是招商多次才成功 不過因為這個轉運站非常的重要 我們不能因為說未來如果說 時機不好 那招商會有問題 我們就讓它停頓 那如果說真的 我們這檢討起來 再招商一次 如果還是有困難 那我想我們會跟 市府我們會再來研究 那是不是可以爭取中央 來補助我們 我們來投資興建 我想這是未來的一個可能的方向 我覺得你們也可以開國際標啊 那麼30億的那麼龐大的經費 其實你們也是想要把它成為 量販店板或商場或公關旅館來使用 那我可以建議你們也可以做國際標啊 因為30億它真的是還蠻龐大的金額 而且這邊如果是我們台灣 是重要的轉運站 我想如果開國際標應該也會有 也會有人想要來標吧 因為這個其實是 就是轉運站的部分 在台南市這個其實是 我覺得它應該是比小東路那個還要大 對而且這裡的環境 其實不會比小東路那個轉運站還差 這裡對面又已經有 議程的那些量販店在那邊 其實這樣大面積的開發我想 其實可以開 局長眼光放遠一點 開一下國際標 我想或許真的會有品牌願意來進駐啊 因為我們又可以做觀光旅館啊 又可以做那個百貨商場 那我覺得如果有國際標可以進來的話 其實反而是更好的 謝謝議員的建議 這個我們會納入評估 我們也會 接下來也會跟我們的招商總顧問 還包括我們市府的 BOT的處參委員 大家一起來討論 因為這個轉運站的確非常的重要 那他這個未來這個對整個交通的影響 包括地區經濟的發展各方面 都非常的重要 而且他的地點真的是很好 我想議員也剛剛說的非常的清楚 然後我想我們也會國際標這一部分 我們會評估啦 然後也朝這個方向來評估 來努力看看 對啊我想努力一下 或許台南市會有不同的風貌 因為這樣的轉運站 其實好像在南部也沒有啦 目前好像也沒有啦 只有在台北 應該在南部 如果成功的話 在南部是最大的一個 中和型的轉運站 對所以我想 是不是局長大家努力一下 看有沒有機會 把它成為一個國際的 一個這樣的一個 一個可以來投標進標的地方 我想讓這邊可以 其實人德跟東區 這個交接點的話 可以讓他更有亮點 就想一想 剛才對面那兩塊停車場用地 其實這邊 這邊完成之後 那附近的地區 那附近的風貌 原貌就是都改變了啦 所以應該會 大家會有更好的利用 那兩塊那個停車場用地 請局長趕快處理 趕快把它 可以活化它 不要浪費在那邊 找不到停車場用地 有兩塊浪費在那邊也不好 那這個 我們的這個轉運站 請局長努力 來趕快看可不可以怎樣來 讓他有新的風貌來展現 好 局長你請坐 謝謝 市長是不是可以請你做個總結 就轉運站這個部分 是不是 有沒有機會開國際標啊 謝謝陸議員 開國際標當然絕對有可能 除了我們歡迎國內的企業來投資以外 如果有國際級的企業要來投資 那當然更好 讓我們的這個規模能夠更高一層 那第二個是我們台南市的交通建設 在張局長的規劃之下是循序漸進 一步一步推動 包括我們合併之後 我們馬上推動公車捷運化 再來的話呢就是鐵路地下化向北延伸 永康地下化 新市高價 然後上化也是平面 立體化等等 再來的話呢就是我們的先進運輸 現在這些案子都已經送到中央 請交通部給我們協助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一邊在推動的就是轉運站 總共呢我們預計在台南市要做17個 有一些是屬於市政府做的 有些是屬於公司合作的 有些是屬於招商投資的 那市政府做的話呢 我們都循序漸進 像保安或者是這個上化 甚至於這個白河等等 這個預警這個我們都已經完成了 那現在比較重要的就是這個招商的這一部分 那如果說這個東區的這一個 還有這個北區 安南區這三個轉運站 能夠做起來的話 不僅僅是未來我們的交通會更有次序 可以提供大型車或小型車 有一個轉運的機能以外 那因為集中轉運 人潮來 前潮就會來 所以當地的經濟發展也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說轉運轉運 除了是轉運交通 也轉運整個台南市的經濟發展 未來這部分呢我們一定會全力投入 那剛剛這個張區長已經講了 我們希望企業能夠做的 就讓他們做 那如果說 也因為如果說台南市因為剛合併為直轄市 吸引力還沒有那麼夠 我們也不排除 跟中央來合作 爭取中央的經費 然後呢包括市政府的配合款 因為這三個轉運站對台南市發展很重要 我們不希望說如果說市場上 沒有吸引到廠商 那我們就給它停頓下來 那對整個台南市的發展 是相當可惜的 非常感謝陸議員 謝謝市長喔 就市長講的齁 這三個 就市區的這三個轉運站對台南市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建設 那我想如果真的 沒有辦法有遭到商 可以想要來做 市府要跟中央爭取經費來做啦 我也希望你們可以好好規劃 那我想預算其實在議會 謝謝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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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喜歡市長 市長 市長 基本上